hello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 相信很多咱们新加坡的朋友啊 已经飞到了世界的各地去游览 去玩耍了 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大家有一个英明的政府 选择了呢 与病毒共存 这不呢 咱们新加坡从4月26号开始啊 基本上开始了大解封 只要你完全注射了疫苗 现在出路径新加坡啊 无需检测 就可以很容易的进出新加坡的海关 基本上呢 回到了2019年的状态 也就是疫情前的状态 真的是太棒了 不瞒大家说 新加坡是亚洲地区防御措施 做的最好的国家 放眼全球 欧美国家早已经躺平 对于奥米克隆这个病毒啊 大家其实早有了解 其实它就是上呼吸道感染 已经不能影响到我们的肺部 所以呢 它说难听话就是一个感冒了 那么欧美人呢 早就不把它当回事 甚至欧美地区呢 早就不戴口罩了 因为我的粉丝里面呢 也有很多欧美的朋友 他们对于我之前做的那些期视频啊 都有留言 说在欧美地区的街头啊 根本就看不到人戴口罩了 他们都不在乎这个事 对吧 好 既然新加坡的防疫措施 在亚洲地区是最棒的 我们接下来就看看 哪些国家 现在在抄新加坡的作业 说到这个抄作业好的 那必须要说新加坡的邻居 马来西亚 就在刚刚啊 马来西亚卫生部宣布 户外不再强制要求戴口罩 如果游客已完成接种疫苗 入境时也不再需要冠病检测 是不是感觉跟新加坡一样咯 再来看看柬埔寨 柬埔寨总理也宣布啊 自4月26号起 柬埔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外口罩令 所有地区的民众在户外不需要再戴口罩了 但是在室内呢 同样需要戴上口罩 再来看看泰国 其实泰国啊 也早适应了与病毒共存 他们的防疫措施呢 也是效仿新加坡 另外再看看新加坡的另外一个邻居 印尼 印尼呢 早前也宣布大开边境 入境者呢 无需隔离 只需冠病检测为阴性 就可自由活动了 那么咱们新加坡的朋友 又可以去他的民丹岛与八蛋岛快乐玩耍了 那么视频的最后呢 再来聊一聊台湾 有台湾的朋友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呀 说台湾现在也在搞封控隔离 当然了 也有很多朋友说要放开的 全台湾都为这个事争论的不可开交 就我看来啊 我觉着台湾完全可以抄新加坡的作业 不知道台湾地区的朋友怎么看待这个事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明天见 拜拜